大家好 最近老美內部真是亂過亂世界的人 他們的校園聲援巴勒斯坦示威浪潮 未有任何減退的跡象 繼續有警察進入大學裡面清場 最近三個禮拜以來 估計應該超過2500名示威者被拘捕 哥倫比亞大學宣布 取消原定下星期即15日舉行的畢業典禮 到底這一場原本只有七十多位學生 在學校裡責任 呼籲老美終止對耳朵均緩的示威活動 為何會逐漸由紐約州 蔓延到全美國各地的21個州 令局勢日趨混亂 甚至變成全球性事件 而老美的處理手法 為何會引起爭議呢? 梁振英先生又有什麼建議 給這班和平示威的大學生呢? 讓我和大家談談 自從去年10月巴爾衝突以來 美國的大學生 不時會在校園發起集會 靜坐 絕食這些和平抗議行動 抗議 以仔在加沙採取軍事行動 戰爭爆發以來 波及數萬名的巴爾斯坦人 造成超過3萬名無辜婦女 和小朋友的傷亡 而這波大型的學運潮 真正的導火線 提示於名校哥倫比亞大學校長 沙菲克 在4月17日清晨 哥倫比亞大學有70多名學生 在學校的校園裡責任 呼籲美國終止對耳仔的軍援 抗議學校持續投資 由耳仔種族隔離和滅絕 以及軍事佔領巴爾斯坦中獲利的企業 當日的上午 校長沙菲克前往國會山接受國會的質詢 並且要求校方提出應對的措施 第二日沙菲克向紐約市警局報警 數百名武裝警察進入校園 隨後以非法侵入罪 逮捕接近100名學生 對於一向提倡言論自由的老美校園來說 無疑是一件相當震撼 隨即點嚴了全美大學生的路火 蔓延至全美21個州 事實上 一直主張民主自由的美國 對當地的和平示威 竟然出動大批警力暴力清場 政客更加即刻譴責示威者就是暴徒 包括眾議院議長約翰遜 在4月24日 杜哥倫比亞大學發表演說 期間譴責參巴學生示威是所謂的 部門管治 這一類型強硬的手法 都是會令局勢日趨混亂的主要原因 學生佔領校園的行為 固然是值得相確的 但美國學生沒有香港 一班所謂屠龍小隊 在校園發動恐襲 沒有製造過一些豉油彈 沒有以弓箭等重型武器 去攻擊警方 面對這一班和平示威的學生 老美的警方出動出雷彈 漲加子彈 閃光膽去對待 是不是過度暴力呢? 正正反映出 這些是老美的絕對虛偽 看回老美的示威現場的激烈情況 相比香港2019年 黑暴真是十分之一都沒有 香港當時有無辜的市民 被毆打、被放火燒 但老美政客對這些事 完全是視若無睹 反而對相關的暴力行為 歌功頌德 當中 事任的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就曾經公開形容 發生在香港的示威遊行 是所謂美麗的風景 更加指責香港警方 打壓所謂的自由和人權 並且呼籲 我們特區政府和警方 停止攻擊我們香港人 打著所謂的民主人權的旗幟 公然對我們國家的內政 和香港特區的事務 作出干涉 但當在老美自己本土發生的時候 所有的政客 立即槍口一致 對待這班和平的大學生示威者 將示威者抹黑和標籤 他們處理的手法 完全是雙標和假民主 美國總統拜登在5月2日表示 美國人享有抗議的權利 但沒有製造混亂的權利 在講話中 沒有對大學政策 或警察暴力清場 發表任何評論 大批學生對拜登這番言論 表示失望 近日 梁振英先生 就在社交平台發文 為美國校園示威者提供可行的建議 內文說 美國的政治領袖 對你們不抽不採 我建議你們邀請羅冠聰 加入你們所謂的校園運動 這個人曾經是香港的所謂學生領袖 現在居住在英國 跟一班老美的政客 好像佩洛西 他們的關係 是非常密切的 有他的加入 你們一定如虎添翼 對於梁振英先生的建議 我個人是非常認同的 如果羅冠聰不是一個政棍 相信大家知道他是不是政棍的 純粹是爭取民主自由的倡議者 他跟美國政客那麼熟悉 而這班學生只是爭取停戰 他沒有理由對事件是視若無睹的 加上過往的反中亂港 推動學生上街示威 支持黑暴的經驗 絕對可以幫到這班學生 向美國政府反映意見 要求回應學生的訴求 如果不行 就四出遊說其他國家去制裁老美 只不過得罪主子的行為 就不知道他敢不敢做 當然他主子現在的確是自身難保 沒有空理他這些蝦冰蟹象 今次的示威 對拜登他們來說 絕對是一大打擊 事實上大規模的大學生 在校園的靜座示威 在美國內部會令整個反戰的情緒 更加高漲 大家想起1968年的時候 其實當時大學生都是反越戰的 老美政府在巴爾衝突中 偏袒耳朵 冒視巴斯坦平民的生存 和人道 令到危機越演越烈 正正是拜登政府錯誤的中東政策 反誓自身 今天和大家聊到這裡 其實對於這一場學運 我就很有興趣和大家再深入否釋 請大家留意大衛sir 和天璣的頻道 有什麼最新的訊息 會和大家進一步報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